新庄文德段公办督根案在去年11月开工动土 新庄区长林耀昌表示 这项主体工程新建为地上两栋27层及33层的建物 地下则为5层钢骨钢筋混泥土造的住商混用大楼 因为基地紧邻捷运站附近 将规划地下停车场提供239个汽车停车位 渴望解决民众停车不便的苦恼 这一个案子大家如果从大观路那边经过 就可以看得到它已经围里已经围上来了 工程都已经在做了 那意计在113年底会完工 那这一个建筑工程 我想那一个它主要就是要盖两栋的一个建筑物 那整个地下室也挖了5层 会有232个车位 除了规划地下停车场将近有百个汽车位的停车格之外 区长也说到实施者也将捐赠100个机车停车位 造福机车族 那整个也解决地下室挖完以后 我想除了232个汽车停车位以外 那个实施者也捐赠了100个机车停车位 那那一边那个基地的位置又临接我们的新庄第一公有市场 那老街也是我们整个新庄地区最热闹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一个晚上也是我们的一个夜市 所以那一边的停车问题其实也相当的一个棘手 所以也可以借由这一次的一个公办都根 解决这一个整个附近的一个停车问题 文德段公办都根基地面积约有2000多坪 位在新庄路214项景德阶级大关节一带 加上又紧领捷运新庄站还有新庄庙街商圈 这项工程预计在113年底完工 并提供摆量汽车完善的停车空间 相对未来也会为市民带来便利的生活机能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